飞机已经从德国汉堡起飞 预计星期四下午到台湾 原本有不少的航空迷 对这架老四机的编号 感到蛮好奇的 不过业者就反其道而行 没有避掉四这个数字 不过没想到里面竟然有一袋 价值20万的黄金首饰 清洁队员发现之后 就带到派出所去 也还好后来在警方的帮忙之下 终于是物归原主了 原来这个妇人 她是帮过世的大伯来整理遗物 她根本不晓得在衣橱里面 有黄金差一点弄丢了 她也非常感谢原警 还有清洁队员的热情 随堂的老公Tony 他在三年前投资了一家韩国餐厅 曾经被CNN说是 世界上最好吃的韩国烤肉 不过最近有周刊就报导说 这个店面在近期将要被房东卖掉 Tony可能损失上千万元 而对此随堂的经纪人就表示 不方便代表回应 得到议会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就透露 说大巨蛋将在明年完工 根据了解 柯文哲在开场就表示 自己任期只剩下两年又两个月 针对大巨蛋的议题 他也首度表态 说将会在明年完工 不过同时柯文哲也强调 说大巨蛋周边也有很多小工程要进行 这是刚刚收到的最新讯息 国军提升后备战力的专案报告送达立法院 报告就指出后备部队将要扩充人数 连线记者留家要 年底最期待的事情 因为每一次谢金燕都会制造亮点 还有很大的话题 不过在今天中午他却突然在IG上面宣布 说今年不唱跨年场了 不过同时他也加码预告 说明年的一月份要登上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 乡蛋节也是年底大家最期待的事情 不过现在进入秋冬了 疫情可能也会跟着变化 所以今年底的大型活动 会不会跟往年一样照常举行呢 新北耶诞城今年是首度跟迪士尼合作 要更盛大举办 不过市长侯友宜就说 会根据疫情的状况再做调整 还有台北市的跨年晚会 目前正在准备当中 可是如果一个礼拜之内 台北市民众确诊个案 如果超过15例的话 就会停办 或者是要改成线上举办 在台东开场 粉丝非常期待 所以现在台东市区的旅宿业者 他们电话是接到手软 因为订房整个爆满了 但是距离市区 只有20分钟车程的 资本地区饭店完全亮亮晶 爆料跟温真凌 因为恋爱时劲节目 两个人假戏争作擦出火花 还被募集在机场甜蜜拥抱 一列的手机 即将在这个礼拜五 正式在台湾上市 不过其实现在有3C达人 已经抢先拿到实体机 开箱给你看 有些新人原本今年上半年要结婚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 是延到最近才举办 所以最近在网路上 很多网友在讨论的是婚礼花费 有人算一算 就说一场婚礼要花上百万元 在你印象中的小笼包是什么样子呢 有网友说小笼包的皮是薄的 外皮比较厚的那个叫做小包子 但是专家有不同看法 五星级饭店的资深主厨 转战到传统市场做的是日本料理 他觉得真正要调试的不是场所 而是自己的心态 如果心态正面积极 不管到哪里工作 其实你都可以发挥所长 带你来看 好